大家好 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皮诺康尼大剧院舞 右方 星穷铁道 点下皮诺康尼一条龙地图全收集 攻略宝箱 折子小鸟护照 贴纸书籍 梦境迷装 此轮往下一桶金表超隐藏 成就留梦交热杀海选会场大剧院 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大剧院右侧的这一个交易厅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回头 回头下前方的楼梯 来到最下方之后 右前方有一个镇守宝箱 这个黄泉就只能打了 在这里说一下这个金烟怪 它有一个成就 它会给我们的角色放一个技能 会让我们进入昏睡 像现在这样 我们的黄泉进入了昏睡 你让它把我们的其他三个角色 也同样进入一次昏睡 昏睡之后就能够获得成就 那我们打开这个镇守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它的身后又是一个响鸟在这个门上 合的异议 拽出来之后我们打开小地图 再传送回这个交易厅的传送点 传送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左前方就有一个哈诺变身 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你变不了身 那你就去看这个二号场地左侧 那一批我已经进行说明了 你这是为什么进不来 进来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我们等这个大恐龙走过去的时候 等着走过去的时候 好 然后我们拿前 拿前方的这个导弹 拿掉导弹之后 我们需要 看到这个大鳄鱼了吗 我们要等它来到烟花旁边之后 我们用导弹炸烟花 总共需要炸的三次 就是经典的3滴血 这个地图至今超级玛丽的梗还挺多 然后我们炸烟花 好 就是算一血 接着我们躲起来 一定要躲起来 因为它起来之后它会立马 就是 警戒度就会满 所以我们要躲起来 好 我们继续跟在它的屁股后头 推我来到了烟花旁边 一定要炸烟花 你去炸它是没有任何伤害的 老实是凉血 然后赶紧躲起来 然后切着开 好 来到烟花旁边 我们炸烟花 好 这就是完成 接着获得一个成就 一个贴纸 然后 在我们的 就是东方向 小地图的右方 我们打开这三个宝箱 打开这三个宝箱之后 在正前方 我们还能够发现一个宝箱 我们把这个宝箱也打开 接着在我们的 西南方向 小地图左下角 我们往前走 然后来到前方的楼梯 来到楼梯的地方 我们往下走 在左侧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 往下一桶 我们对话 选择 我也没有余粮了 接着选择 摇眼罢了 好 接着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地图左方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宝箱 在最前方 我们拿掉这个宝箱 油桃吧 过我们的刀过 我们拿掉宝箱 拿掉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小地图右上角 就有一个广告牌 在这个 男人的 胡子的地方 我们给它拽出来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传送回 交易厅的传送点 然后在我们的右前方 我们进入右前方的这个门帘子 进入门帘子之后 前方就有一个 就是碟片 我们拾取 拾取完之后的旁边有一个NPC 我们跟他对话 接一下这个任务 只有接了这个任务 你才能进入旁边的梦境空间 接着在我们的东方向 小地图的右方 这个小鸟 这个枕头这里 我们给它 拽出来 咦 然后在我们的前方 我们再把一个梦境迷宗解锁一下 进来之后 我们把最右侧的这根黄色 我们拉到上头 然后接着我们把这个右侧的黄色 我们往下拉一格 两格 然后左侧的这一个 跟它拉到镜像的位置 让它形成一个镜像 然后接着我们点击下方的蓝色 一下 两下 三下 然后把最左侧的黄色 我们拉下来 然后我们把最右侧的也先拉 拉成跟这个左侧形成镜像 形成镜像之后 我们再往下拉一格 两格 然后我们把镜子往下 拉一格 接着我们先把镜子拉到最上方 然后最左侧的这根黄色 你让它贴着这一个黑色 只有一格 只贴着一格 然后接着右侧这个黄色 我们往上拉 又拉到镜像的位置 然后我们唤醒 唤醒之后 我们进到左侧的这一个梦境空间 进来之后我们先点击一下我们的这个任务局中 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我们补充一下梦炮 补充完梦炮之后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 小地图左下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搭的桥 我们下来 我们上来之后 我们往右看 这里能够补充梦炮 我们补充一下梦炮 补充完之后我们回头 回头在左侧 我们再搭桥搭回去 然后我们往前走 然后往左拐 往左拐之后 这样我们再补充一下梦炮 接着在左前方有一个向下搭的桥 我们搭下去 然后我们往前走 来到前方之后往右看 这里有一个移动模块的地方 我们点击操作 然后我们移动模块 移动完之后 前方我们再搭桥搭下来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来到前方之后 我们先把前方这个桥 我们给它复原 复原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小迪兔下放 我们再往前补充一下 这一个梦炮 补充完之后 我们再回头 回头再回来 然后我们走到头 走到头之后 在我们的左侧有一个楼梯 我们下楼梯 下楼梯之后往左拐 这里就是第一个宝箱 拿我们宝箱之后 我们再回头 再回头来到楼梯上 来到楼梯上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迪兔左方就有个向上搭的桥 我们搭上来 搭上来之后 我们往左走 然后我们再搭下去 然后我们上来之后 前方我们补充一下梦炮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搭这个桥 下来之后 我们再往前搭 然后再下来之后 在我们的左前方 能够看到三个气球 我们先来到两个气球的位置 然后看它的朝向 下方有一个 就是气球 打掉它之后 就能获得一个成就 你们可以推荐一下 那什么角色能打到 我只知道 纳塔沙能打到 获得成就 后崩坏输 然后我们再 就是 反应慢了 没切出黄泉 然后接着 在我们的东方向 小地图 右方这个柱子的后方 在柱子的后方 有一个补充梦炮的地方 我们补充一下 补充完梦炮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角 就有一个闪光的 有一个 是一个 祝梦模块 接着祝梦模块 我们点击 然后移动 移动完之后 在我们的北方向 小地图上方 我们搭桥 然后走上来 在前方我们再搭桥 下来之后 我们往右看 右前方有一个向下的楼梯 然后我们往前走 然后往右拐 这又是一个宝箱 拿掉宝箱之后 我们再回头 走上来 没有盔子 来到楼梯上之后 前方这个桥 我们给它复原一下 复原之后 顺着这条道往前走 然后来到前方的楼梯上 来到楼梯上之后 右侧有一个倒着的气球 这是一个小鸟 我们给它拽出来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打开这一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往前走出这个迷宫 然后我们跟这个NBC对话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迷宫 进来之后 我们左前方补充一下梦泡 补充完梦泡之后 右前方我们跟这个猪梦模块 我们对话 然后移动 移动过来之后 我们右前方我们搭桥 搭下去 然后我们上来之后 在我们的右前方 又是补充梦泡的地方 我们补充一下梦泡 补充完梦泡之后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小地图右下角这个桥 这个我们给它复原一下 复原之后 我们回头 在我们的北方向 小地图上方 在我们最前方的这一个梦泡桥 我们搭下去 搭下去之后 在我们的右前方 就能够看到这一个宝箱 南宝箱之后 我们再回头 在原路返回 我们再从桥上回来 回来之后 我们再补充一下梦泡 补充完梦泡之后 我们南方向 小地图下方 我们往前走 来到前方 又是一个搭桥的地方 我们搭下来 上来之后 我们往右看 这里一个向上的楼梯 我们来到楼梯这里 我们往上走 来到楼梯上 前方我们就能看到这一个回收梦泡的地方 我们回收一下 接着右前方这个桥 我们给它复原一下 复原完之后 我们往前走 来到最前方 有一个向下的楼梯 下楼梯之后 我们往左拐 这里先不要进入战斗 这里先不要进入战斗 首先带上物理 或者火 或者虚数的角色之后 我们再进入战斗 然后这个精英怪有一个成就 如果说你没有上 它对应的弱点的角色 你可以退一下 然后你再 重新来到它面前 然后我们先削一下 它的韧性条 然后好 它现在屏幕上 出现了一拍红字 这个就是它的虚力攻击 我们要在它下一次攻击之前 把它的韧性条清空 就能够获得这个成就 然后我们 韧性条清空 好 这个时候显示 这个虚力停止了 我们就可以获得成就 接着我们打开前方的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回头 回头上后方的楼梯 上楼梯之后 在我们的 就是西方向小敌途的左方 这里有一个控制装置 我们点击 移动 好 接着在我们的 东方向小敌途的右方 往后走 然后往右拐 然后在我们的右前方 就有一个桥 我们搭上来 搭上来之后 前方我们补充一下梦炮 补充完梦炮之后 我们回头 回头再搭下来 搭下来之后 我们再右拐 右拐之后 前方我们再补充一下梦炮 装完梦炮之后 我们北方向小敌途上方 我们往前走 走到前方平台之后 我们往左拐 我们再把这个 这个什么来着 这个模块 我们再给大家移回去 接着在我们的北方向小敌途上方 我们往上搭这一个桥 然后我们再往前搭 出来之后 在我们这个前方柱子的正后方 就是一个宝箱 这里有一个提示 Youtan吧 我们拿掉这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就是西南方向小敌途 左下角这个模块 我们再移动一下 我们移动模块 移动完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小敌途下方 我们再回来 回来之后前方这个路就通了 我们走前方的这一个路 我们往右拐 来到楼梯上方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继续往前 然后进入空间 出来之后 我们再跟这个NPC对话 对话之后 我们再一次进入空间 接着在我们的右前方 我们补充一下梦泡 然后这个时候的地图 就是以后永远的地图了 就以后地图都是这个样子的了 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模块 我们操作一下模块 我们给它移动过来 移动过来之后 右前方我们再下来 下来之后我们往右看 这里补充一下这个梦泡 然后我们右前方 我们再搭下来 然后上来之后 在我们的右前方这个桥 我们就可以给它打通 打通这个桥之后 在我们的就是西北方向 小低度左上角 我们走这个楼梯下来 前方又是一个操作模块的地方 我们来这里 我们点击操作 然后移动 移动完之后 我们回头 回头上楼梯 上楼梯之后 我们右拐 右拐往前走 来到我们左前方 我们再补充一下我们的梦泡 补充完梦泡之后 我们回头 西方向小低度左方 这一个门块 我们操作一下 然后我们移动 接着在我们的左前方 这一个桥 我们就能下来了 然后我们往前搭 上来之后 我们往左拐 然后前方我们再搭下来 搭下来之后 在我们的左前方 就是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我们南方向小低度下放 我们下楼梯 我们往下走 前方又是一个金银怪 同样也有一个成就 注意进来之后 我们不要清掉任何一个小怪 不要清掉小怪 然后我们先 只平A这一个金银怪 然后等到它放一个技能 它会给我们角色 上一个小锁链的标志 好 这个时候 Boss跟我们放了一个技能 现在这个标记在我们的 就是黑天鹅身上 它在上这个标记的时候 其他角色 不要打这个金银Boss 如果你打了的话 它就会分摊 这个黑天鹅的伤害 然后就没有办法获得成就 这成就的要求是 上标记的这一个只有一个人 只有让它吃到全部的伤害 才能够获得成就 所以这个时候 其他角色 平A 其他的小怪 这就是为什么 开头让你们不要打掉 7A小怪的原因 好 结果都放技能了 没有死 它只要这个技能 没有打死我们的黑天鹅 就可以获得成就 接着我们打开前方的宝箱 打开宝箱 之后我们回头 回头上楼梯 上楼梯之后我们右侧 我们接着上楼梯 然后再前方 在右侧我们再上楼梯 然后上来之后 在我们的左侧 我们补充一下这个梦炮 然后我们回头 回头左 而右侧我们下楼梯 然后我们往右拐 这里有个桥 我们能够搭上来 搭上来之后 我们再往前 再往前搭 好上来之后 在我们的右前方 又能补充一下梦炮 补充完梦炮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角 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个标志 这个追踪的标志 我们把这个宝箱打开之后 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我们往前搭桥 下来之后 我们继续往前搭 再下来之后 在我们的右手边 有一个向上的楼梯 我们往上走 上来之后 前方这一个桥 就通了我们 给这桥按下来 接着我们往前 右前方我们再补充一下这个梦炮 补充完梦炮之后 我们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我们往前 前方有一个搭桥的地方 我们搭上来 搭上来之后 继续往前搭 接着在左侧有两个 就叫什么呢 模块我们都点 我们先分别点击一个 我们先点击第一个 然后在前方 我们再把这第二个也点了 接着我们 就是东方向小地图的右方 在前方有一个 补充梦炮的地方 我们补充一下 油桶吧 过不到过 好 我们补充完之后 在我们身后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这个墙 我们来到它的另一侧 来到另一侧 就要我们爬墙 然后我们再往前爬 然后前方就是 最后一个宝箱 然后我们往前走 进入空间 接着我们再跟这个NPC对话 好 任务完成 获得成就 接着我们往前走 出这个门帘子 然后在右前方 我们再进入一下这个HANU行动 这个小鸟 我又给它忘了 进来之后 我们点击拽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左侧 这一个福音萨龙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右前方 我们跟这个小鸟的对话 翡射夫人 我们对话 然后获得奖励 然后我们现在 所有集齐屋都集齐了 众密探齐 三个成就 拜拜 优优独播剧眼前 是 优优独播剧眼前